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维仪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跌穿31,000点水平 收报30,996点 跌179点 跌过0.57% 标普500指数收报3841点 跌11点 跌幅0.3% 纳斯特克指数美视反弹 收报13,543点 再创新高升12点 增幅0.1% 能源和金融股下跌 科技股也偏远 英特2和国际商业机器业绩后 急跌超过9% 微软、苹果和Facebook 升0.4%和1.6% 限制整体科技板块跌幅 总结一个星期 三大指数都扭转了上星期的跌势 道指累计升0.59% 标普500指数升1.9% 纳指急升4.2% 看港股美国预设证券表现 ADL普遍上升 汇控之下给本港收市跌0.16% 腾讯升1.36% 阿里巴巴跌0.01% 中人壽升0.78% 中海油跌2.93% 中石化升0.76% 中石油升0.22% 大幅大幅收缩 欧洲央行调查都显示 今年区内经济反弹步伐 或比原先的预期慢 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跌幅较大 都跌超过1%以上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报6695点 跌20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收报13873点 跌32点 巴黎克指数收报5559点 跌31点 泰密油价 国际油价下跌超过1% 美国原油库存急升 加上优虑全球最大原油进口 中国新型肺炎疫情升温 影响了原油需求 纽约旗油每桶报52.27美元 跌0.86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55.41美元 跌0.69美元 泰密金价表现 美元回升拖累了金价下跌 大憧憬 美国将会进一步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下 今价一个星期有望 录得三个星期以来首次上升 纽日期间 每桶市报1865.9美元 跌9.7美元 看美元回价 美元连跌三天后轻微反弹 风险货币升势暂缓 反映了美元对一男子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 最多升0.2% 高见过90.307 美元对家园急升超过0.8% 升穿1.27% 高见过1.274 美元对日元曾升近0.4% 高见过103.88% 澳洲上月零售数据令人失望 澳元对美元跌近0.8% 下市0.77%支持力 新西兰元对美元跌0.6% 英镑对美元一度跌0.7% 低见过1.3636 但一个星期仍有望年升第二个星期 看最新美元匯价 港元7.7517 日元103.8% 欧元1.2165 英镑1.3684 瑞士法郎0.8856 加元1.2717 澳元0.7717 纽元0.7185 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.09厘 30年期债券报1.86厘 看港国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9696点 升244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1754点 升77点 大肆成交暂时有250亿左右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